老婆说很久没好好吃肉了 今天我就做了这个菜 我替她先尝尝味道 肘子要想好吃 第一步一定要把皮烧成这个样子 用清水泡十分钟 先用刷子刷一遍 刀再刮一遍就干净了 一勺清水 一勺白糖 几滴油 先烤一个糖色 小火炒化 一直炒到琥珀四十 倒入开水就可以了 把肘子放入电饭锅 倒入糖色 放入生姜花椒辣椒 家里尝用的卤料放一点就可以了 几滴白酒 一勺生抽一勺老抽 一勺白糖一勺盐 炖这个一定要把水加满 好了 两个小时可以出锅了 关注我 关歌美食 不一样